好 惠政 我把剛剛川普的演說播給觀眾朋友看 那個是八年前 那我把它截圖下來 他說呢 他要對中國的產品科25%的關稅 那因為八年前Peter Navarro說要科45% 那八年之後 15天之後 中美要攤牌 一個不小心真的要科25%的關稅 對 你知道你那個如果不標清楚是2011年4月 你以為會是他這一陣子才講的話 因為連要課徵關稅的數字竟然都那麼的 就是一模一樣 剛剛川普又提到一句話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就是他說如果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中國在操控匯率 如果要以匯率來實質反應的話 事實上那個稅是要科到40% 對 那你知道 他說沒關係 但是我們可以從25% 我們慢慢加起 所以 他是不是又透露出一些 我跟你講 他真正的目標 對 他就說如果現在 因為之前我們去年的貿易戰是 2000億美元 這個部分是千顆10%嘛 後來就講到說 今年2019年1月1號開始 如果他們沒有改善的話 要從10%又變成25%嘛 這個部分 後來就延期了 變成說3月1號才正式 然後這兩個月的時間 就繼續在協商當中 其實目前協商出來的結果 大概就是 川普在之前的國情諮問裡面有特別提到 他要中國做一個結構式的改變 所謂的結構式的改變 其實美國的相關評論 有比較進一步去闡述 他其實要達的就是 30 2停止 然後一允許 30就是零補貼 然後不要 就是零補貼 然後不要有非關稅的壁壘 然後也不要有那一種關稅 就是關稅的競賽這邊 就是盡量不要形成那樣的情況 然後再來就是兩個停止是什麼 就停止那個 強制我們的技術移轉 然後停止票取 我們的一個智慧財產權 那一允許是什麼 允許我們獨資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就是說 你現在開始提出來的這個政策 你講的那種 中國就要買單嗎 中國就會願意嗎 這情況是 如果你中國不願意的情況之下 他馬上關稅就是 25%給你下去了 25%關稅下去 其實對中國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為什麼 因為你每年賣給美國的總體的數字 就四千 大概四千七百多億美元 你四千七百多億美元 一下子從現在10%關稅增加要到 如果其中的兩千億美元 要從10%增加25%的話 你貨能出得去多少 那現在如果買方不跟你買 你的賣方這部分 你滿堆的 行程在你內部裡面 貨去不成 會打擊你自己的內銷 會打擊你自己的內需 你整個經濟的狀況是難以承受的 所以 川普在那一次 就2011年前後 接受非常多的採訪 他直接就是講說 他說 你知道這個東西打下去 你送出來的Message是 我們是完真的 到最後結果會怎麼樣 到最後 中國會給你所有你要的 所以川普其實他在2011年的話是講得非常硬 而且大家還記不記得前一陣子 他們中美這一次談判之後 他們又補足了一個條件 就講到匯率戰的部分 就是說他們有特別去提到就是說 我也許我現在美國也懂得提防你 2001年那一次讓你中國加入WTO 你有給我們承諾很多的東西 結果到最後你跟我玩音的 你根本沒有給我落實 你根本不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市場 你用非常多的方式去票取我們的智慧財產權 所以美國現在學聰明了 他不跟你 他就算你現在口頭承諾說 好 我多買你們的天然氣 我多買你們的農產品 我都願意 我願意減少那個貿易逆差 結構性的來改變 美國不相信你 他甚至就是用那一種有點接近羞辱的方式 我們還有一段時間一段時間來檢視你 為什麼 因為你有太多的 因為你是黨國不分的一體 你是權貴的一個資本主義的狀態 你是用請全國的力量 來扶植你的國營系列 來到全世界去跟全世界各國在打仗 這是不公平的戰爭 所以我覺得川普這一次 他已經不會再像2001年那一次說 好 白紫黑字我們大家都君子 你不是君子 我也就不用再跟你玩正當的遊戲 所以呢有時候他們就開玩笑的講 以前歐巴馬的那種態度 就是你知道我們照著遊戲規矩 那他甚至在專訪的時候 還有一點在模仿 用比較一種娘娘的 就是比較陰柔的態度說 那我們給你課真25%關稅好嗎 他說你怎麼會用這種態度 你就直接用就甚至口標髒話 然後就說我就是要給你課真25%關稅 代表是什麼 我才是主導整個遊戲的人 你不要在那邊跟我在那邊咿咿咿咿咿的 這一次我要跟你玩真的 而且我是拿著棍子 拿著槍砲跟你玩真的 五天之後的貿易戰會影響到中美局勢的 成敗也會影響到美中台的關係 但同時間因為習大陸大遭受到 內外交迫的壓力 所以實際上 致命中國的背後 還在中國上演了一出 致命中國富豪的戲碼 對在隨著中美大戰越燒越旺之間 你反而發現中國富豪好像踏上了一個殺 就被獵殺之路 很多的富豪不是莫名其妙的不見了 要不然就是拍照拍一拍就在國外就疊死了 那要不然呢 可能最近看起來比較可以算是遠離 脫的比較乾淨沒有生命危險 大概就馬雲 馬雲就是把所有的資產就上繳給中國 然後就開始做一些比較沒有其他 那個涉及生意上的事情 最近有個訊息 我覺得反而從這個人的一個起落 更可以看出 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的情況 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就是曾經當過 那個胡潤三屆首富的王健林 你知道王健林他的故事 你真的講起來你會覺得非常的匪夷所思 他在2007年的時候 王健林他在那個那個胡潤富豪榜裡面 還不過是148名 然後資產才10億美元 但是他到2013年一舉 他的資產高達300億美元 然後成為首富 而且是後來就是有三年都列為胡潤的首富 然後他在那時候在2013年的時候 媒體開始紐約時報開始去追蹤 為什麼一個企業可以在短短時間之內 膨脹的發達這麼快速 結果他就披露一個報導 就是說總共有五大家族 是有曾經插股 或是持續插股在萬達的整個股權 股東結構裡面 其中除了習近平的家族之外 還包括了溫家寶以及胡錦濤 而且習近平他那個其實他姐姐跟姐夫 在很早的時候 2007年 2009年的時候買的 那時候大概持股也不高 但是他在2013年的時候 出脫的時候是2.4億 他成長的整個資產的獲利 大概賺了幾十倍上百倍都有 但其他人包括胡錦濤 包括溫家寶他家族在持續持有當中 那大家都還記得你知道那個 那個王健林他在整個他的事業從 房地產然後影音業他那時候最誇張的是 他甚至要在那個青島蓋一個東方隱都 他的東方隱都要花500億人民幣去做 那500億人民幣要搞一個什麼呢 叫做那個東方的一個好萊塢 他甚至當時還找來尼可基曼 那種一級的人全部都來這邊 到了2015年2016年 他整個意氣風發 他甚至開始佈局海外 總共短短兩三年時間 他在佈局海外大買2200億美元的 一個相關的不動產跟影音 包括美國第二大還第三大的影城 都被他買下來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哇塞 就是整個嚇呆了 中國人崛起了 中國人的世代來臨的那種 大家都嚇呆了 結果後來短短的 大概2017年8月 中國出台一個政策叫什麼呢 就是這個中國的資金要到海外投資 限定幾個產業不可以 房地產 影音 娛樂 怎麼講 等於是衝著萬達來的 對 而且怕萬達洗錢出去 對 沒錯 重點就在這裡 因為他發現說 萬達為什麼在國內的獲利情況 沒有那麼穩定成長 但是他卻積極的把錢都匯到國外去 所以他就開始出台的這個政策之後 就開始逼萬達集團要來清償你自己的債務 結果萬達集團大概你也知道錢跟秘你要選哪一個 當然選秘密 從2018年開始 以前每一年的那個萬達集團的年會 那個王健林都要高歌一曲 他有萬達的吳斯凱之稱 他在2011年唱了一首歌叫一無所有 但他那時候萬達集團的整個資產就高達7000多億人民幣 然後離他自己目標一兆人民幣就退休其實不遠 結果2018年消失逆跡 2018年年底最有趣的是 中國呢 他在2018年年底12月的時候公佈一個 就改革開放40年一個 所謂的優秀的民營企業家名單 裡面竟然沒有王健林 他曾經單納過3000首富 竟然連名單都沒有進去哦 然後最近被在澳洲被控告有性侵害的那個 也完全都沒有進去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說 他在中國已經被點名做記憶了 就今天最新的一個訊息是 他竟然連他當時就是起家發達的 最重要的一個產業之一叫做萬達百貨 全部出脫 他37家的萬達百貨 全部賣給了蘇尼易購公司 所以你就知道短短的12年 從2007然後到2019短短的12年 然後萬達平地起之後又打回原型 你就知道中國權貴主義的可怕 真的 所以富豪的排行榜 可能是初四排行榜 就是排得越前面的 十大槍擊要犯牌好嗎 對啊 真的真的 而且你會發現 這個關的關 失蹤的失蹤 消失的消失 像馬雲這樣子 直接把阿里巴巴捐給共產黨 可是可以明哲保身 是個極少數的案例